我家的二溜子 我说的我们家这个二溜子 她在两个月的时候就来到我们的家 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女孩子 所以在我们心里她就是我的小妹妹 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十分教官她 她从小就是在教生光阳中长大的 她从来不需要工作 她只知道吃和玩 她今年三岁 我们每天都要为她准备食物和带她出去散步 当她生病的时候 我们还要带她去看医生定期给她体检 平日里都是妈妈照顾她多一些 而我能为她做的就是 每一个月帮她洗一次澡 我的这个小妹妹为人特别热情 每当家里有客人的时候 她都喜欢扑到客人的身上 表示对客人的欢迎 她的热情时常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她会吓到客人 另外她太调皮了 我们家的大门一开 她就会一六一二的跑出去探玩 我们经常要出去找她 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 可是到了下雨下雪天就糟糕了 把她找回来以后 她像没事人一样 可是我们身上被淋湿了 有时候像个落汤鸡一样 尽管这样 我们家的每一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交往她 我学中文时学了一个二六字的词 我觉得用在我这个小妹妹身上 挺合适的 她就是我家的宠物狗 拉布拉多犬 继续